的确这一次拜登出访是他就任以来第一次出访 出访的重点当然是跟欧洲国家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拜登自就任以来 美国重回所谓的价值观外交 拜登要打造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联盟 而所谓的联盟中重要的盟友就是一些欧洲国家 所以这一次拜登外访会采取各种手段 对于欧洲国家拉拢 要把他们拉在身边目的直指俄罗斯和中国 就是要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种发展 给对方制造更多的麻烦 所以在这一点上 拜登的意图非常明确 在出访前也撰文表达了自己的意图 但是这个意图能不能很简单的实现 我觉得这个难度其实很大 首先第一点我们都知道 在过去的几年间 特朗普执政的过程当中 讲美国优先对于欧洲利益有各种不管不顾 欧洲国家很受伤 撕裂的伤痕 要想在短期内能够有所弥合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是说你想再拉拢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就一心跟你走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第二一点很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 拜登打出的是民主国家的榜样和同盟这样的口号 但是美国自己在民主的问题上 事实上是一地鸡毛 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的政权交接 造成暴徒冲击国会 还是美国的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的这种矛盾 纠纷频频发生的街头的抗议 都让美国所谓的民主蒙羞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美国打出的牌并不那么响亮 第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欧洲国家在很多的方面 与中国和俄罗斯有更多的经贸往来和诉求 比如在经贸方面 中方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这方面 欧洲国家对于中国有很多的诉求 希望中资的企业更多的投资 拉动欧洲经济的恢复等等 在能源方面又对俄罗斯有很多的诉求 所以在这方面 不可能一心不顾自己的国家利益 跟着美国就走了 我觉得在这方面 恐怕美国的如意算盘 打得也有些超乎想象 所以在诸多的角度来考量 我觉得拜登想通过一次短暂的访问 就把欧洲国家拉在自己的身边 一心抗衡中国和俄罗斯 我觉得在这方面 可能想的有点过于天真和简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